诗篇一把十篇第三节 当你掌权的日子 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 甘心牺牲自己 你也有民多于清神的甘露 在昨天我说到就是关于 当你作出预备的时候 就算你面对超出你想象的困境 有时你的预备 就真的会一分会一毫都值回票 在当时我自己以为 全程是非常恐怖的 但结果就是如我所说 在我第一天当我驾驾到九十几里的时候 因为我计过路程在地图上 已经是可以计得出的 因为我自己读过爱丁堡奖励计划 懂得用这些车去计算我全程要走三千多里 当我走到九十几里的时候 我就停了一辆车录音给我后来的太太 因为我全程都有录音给她 我录音的时候已经说我开始后悔这个行程 但已经细成劇苦了 因为温哥华那边我已经退学了 而在另一边Herminton多伦多那边 我就要赶快在七日之内去登记得及 当时是圣诞节 我一定要在圣诞节之前 要赶得及到那边登记 但开头我以为是恐怖 我为什么用以为这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 它比我认为的恐怖是更加恐怖十倍 我都跟大家分享过的就是 因为我赶完全程之后 虽然全程是七日 但只有我足足发了一个月的噩梦 在这个噩梦当中每一晚都吓醒 因为那个行程可以说是挑战我自己的意志力的极限 但感谢着 在全程里面我所作的每一样的预备 都可以说是用到极限 而在另一次的预备 就是短短十几个月之后 我在哈曼顿 终于考到当时的Trinity Western 就是在温哥华的一间大学 可以说 在那里我可以读到大学一年班 二年班和三年班 于是乎在没多久之后 年多之后 我就开车 再次一个人横跨全国加拿大 再回到温哥华 因为开始就由温哥华 开车到多伦多 就是五湖区 后来再游多伦多 就开车回到温哥华 全程又是三千多里 今次我作的预备 就更加扭连 但是今次的预备 又跟上次不同了 因为今次预备得非常足 虽然都是只有一个人 去开全程 但是今次是春天 全程因为我作出这么好的预备 跟上次完全不同 上次的预备是救命的 今次的预备 就让我能够享受全程 你要记住是我一个人去开车 所以变成如果我不能够作出好的预备 我根本只是应付那个行程 一样又要赶 赶得很快 赶回去另一边去报名 因为这一边就退了 那边的大学就答应收我 但是全程这一七日里面 我既能够去完成全程 亦能够享受全程当中的风光明媚的加拿大 两次我都作出预备 但是两次都给我经历一样的教训 是我希望在今次跟大家分享 就是原来当我们预备得足的时候 在危难的时候 他真的有时是救命 但是第二就是如果你预备得足的话 有时不在危难 就算在日常生活当中 都能够让我们享受身边的疗愈发向 所以原来有时懒惰的人 他们走完一生 其实他根本不能够享受到一生 因为他们不能够以一个平常心 去度过生命当中的波折 或者挑战 又或者甚至只不过是一些责任 你看到懒惰人 甚至做父母 都不能够做一个好的父母 懒惰人 甚至叫他做一份工 他都不能够做得好 而他又尖尖自起 觉得自己很聪明 当人家说要预备的时候 他们就好像一只春天的蝴蝶 周围飞舞 而最后却冻死在严冬 同样我想给你知道 原来我们的生命 是有另一种方法 或者方式去度过 你要记住就是你的牧师 我不是活在第二次事实的大战当中 在我做学生的时候 其实本身如果按照正常来说 如果我开始分享这个见证 我已经说 其实本来我应该可以过很安心的生活 我自己有私家车 我自己又有钱 我喜欢吃什么都可以 喜欢租什么的屋去住 去完成我学业都可以 我选什么科目去读都可以 但是我想你知道 原来你跟从神的话 神就自然会带领你 走一个这么特别 这么充满挑战的道路 记住我不是活在第二次事实的大战的年代 但是只不过你是一个愿意跟从主的一个基督徒 你自然就会在人生当中 在平凡当中 你会经历不平凡 这个就是我想给你去理解 但你会看到 就算我们在平凡当中 都可以不平凡的话 更加旺论就是我们将要可能经历七年大灾难的这个挑战的话 那你会可以想象到时候的光景会是怎样 但我相信就是说 如果你按照神的带领 我们作出一个好的预备 就算外邦人他未预备得切 或者未预备得好的情况下 身为神的子民 他们都能够安然度过 你会看到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去出埃及的时候 又会一个灾至到最后的一个击杀长子 神都让以色列人去受保护 也按照以色列人应有的本分 他们作出预备 我们会看到 罗亚的时代 罗亚用了120年 去做一个预备 预备他自己这个方舟 圣经记载就是他动了一个敬畏的心 开始预备这个方舟 你会看到两个时代的预备都不同 但是两个时代都使得他能够受到神的保护 而并且在那个时代当中 他们真的经历过一个很特别奇妙的旅程 成为他们人生当中其中一个经历 我相信对于很多基督徒 如果我们能够懂得有这种美德的话 无论是哪个时代 你都一样可以让那个时代成为一个奇妙的经历 当然我们不是会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我仍然相信就是 就算会看到第一次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 如果他是一个预备的记忆徒 神一定会给他奇妙的经历 但说不是 我们这一代就要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我们预备好了吗 我们有没有跟从神的带领 我们作出应有的预备 导致我们有一个平常的心 足够的信心 让在这些冲击来到的时候 我们是成为被神祝福 和保护的一群呢 诗篇一把十篇第三节 当你掌权的日子 你今晚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 甘心牺牲自己 领魂多于清神的甘露 我希望带领地带领地有 抛弃被伤的感受 甘我穿 牵我手 引导我 欺疹够 忘掉这世界 地有 要立志信 在你身上 孟靠耶稣 前路重崎嶼 依靠神恩手 牵我走 求你再引牵我走 有几多佐客 亦未退后 持足亦亦爱着你 还有挑战全接受 好靠你永不放手 向标杆奋望这道终极 面对当口侧路 始终别会跑过这跨性恨仇